持續來看到奧運相關新聞 桌球國手年僅19歲的天才少年 林荺茹跟相差20歲的桌球教父莊智淵 2017年在全運會金牌戰上激烈廝殺 比賽的影片被挖出來 讓粉絲看了很感動 形容這是一場相差20歲的世代對決 對 所以是非常新的打法 好主委 一開局連得2分 當年16歲的林荺茹 對上年紀大了整整20歲的 桌球教父莊智淵 毫不退卻 回顧4年前全運會金牌戰 小林荺茹斬莊智淵 兩人不分宣誌 天才神童拿下第一局 跌破大家眼鏡 张還是老的辣 莊智淵展開反撲 接下來連續3局輕鬆拿下 看得出林荺茹對自己的失誤很苦惱 但她沉穩應對 第5局打出一波4比0攻勢 雖然戰局一度被扳平 但還是穩住再拿下一城 對啦 好球 精彩 哇 好球 最後林荺茹以2比4不敵莊智淵 與全運會男單金牌擦身而過 但這場比賽再度被翻出 粉絲形容世代交替 熱血與感動無法言喻 要栽培下一站 覺得很好 很熱血啊 很熱血啊 這運動一直有人在延續下去 我覺得很棒 非常感動 莊智淵最後一次奧運只布16強 但小將林荺茹在東奧殿堂上 打出人生新高點 短短4年世界排名就從103 前進到全球第6 當年的全運會金牌戰 林荺茹就受到網友一片看好 說台灣神童有機會打倒中國桌球長城 看來東奧有望 拿個銅牌沒問題 這些兩年前的留言 現在看來簡直是神預言 如今天才少年 面對世界第一的中國球王樊振東 已經能纏鬥的不相上下 未來無可限量 記者綜合報導